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去到第三次向左翁的时间 刚才长毛都从一个历史角度 去看两代青年人运动的一些值得注意的地方 如果我们看近一点点 看回刚刚早几天发生的那个示威 而引伸出来我们看到 被主流媒体标签成为80后新时代年轻人的运动 当然刚才长毛都说过 很多参与人士 对前景、对政府、未来是没什么信心 但其实很重要的是 其实在这些人里面有很多高学历 他们的学历可能已经去到碩士以上 甚至可能有相当部分都已经有一份工作 但有工作不代表他们对社会是满意 或者对社会是没意见的 所以其实在整个运动里面 包括的人 无论他们的背景 无论他们的一些部分 我们用以往的框架 或以往的想法去理解 其实未必是那么足够的 我觉得其实要分开两部分 如果你看过去大规模 会有一定的动力 而转变成政治力量的青年激进化运动 其实不是那些人没什么做去造反 是在精英制度里面走出来说话 他看全部都是这样的 举个例子 在青年激进化运动 开头在美国的所谓的Bitnik的运动 那你Ellen Ginsberg是在学院出来的 是吗?整个美国造反那批人是 读宝书是他里面那些未出现的精英 他本身是精英 但未被确认的精英 他没有需要说穷到 不是这样的 如果是这样理解不了 中共第一代有多少个真是穷到偶 没有的 这些是容族的社会有分析 其实很简单 就是当一个社会的精英觉得 这个范式要转移 就是说他觉得这个制度 是不能够解释到发生什么 亦都不能够解释将来会发生什么 但是不能够解释到一个新的制度的时候 那些知识精英要出来作反 现在最吊诡的就是 香港的知识精英在那里面面摸摸 在那天有哪个知识精英在那里 在搖旗立喊? 有哪一个是会为这个 运动著书立说 它是当它是一件古玩的玩 或者又好来有一个新的分析课题 那些是不合格的 譬如现在好像说 这个社会批判理论 即Franford School 但是我们知道后来 很多人当真是造反的时候 很多人都不敢出来 阿当罗那些反对 但Makusa就有 沙特也有出来支持 但是他们在意见上 在推动着 现在香港的所谓学者 有什么做过什么? 现在学者是走向反动 学者就是跟那帮年青人作对 学者看到有没有搞错? 我都说要谈 你还在那里打 所以学者的反动是很大的 这是一个非常悲伤的事实 就是说我们的知识精英不能够是看得更加远 是令到那些自法的合理反建制的力量 是能够有一个化学的作用向前走的 是不是? 就是你知识精英不单只要写书 要走出来的 阿哥 你看看美国就是说要吃LST的那些人 你不要管他对不对 他真的是一个医学博士 他解释吃LST有什么好 他真的有勇气走出来说 是被抓了那些人 是不是? 就是我们现在香港太过识会 我们的学者要尖尖自喜 是不是? 以为自己很聪明 在那里分析这样分析那样 其实实际上他在讲旧的知识 是吗? 旧的知识他又不嫌熟 即是讲六十年代的激进理论 他又不嫌熟 所以他就沦为好像蔡子强识那些 就是政治八卦学 看别人白宫来选 他就真是shit 因为我们面对的问题 不是白宫选的 那些没得选 我们是怎样在人家的群众运动里面 去找到一个有用的例子 去推动整个社会制度向前下 而不是躲在沙堆 就是教民主党怎么选 教公民当选 这些bullshit 我说完全是bullshit 即是你看到的 即是你 你大陆讲了白宗 那现在白宗往何处 他写不写到文都写不到 是不是? 即是这个是一个 即是我们有个问题 这个当然也都 我作为一个政党的成员 我都觉得 政党政治在香港 越来越不香 就是因为那些人看到 政党政治是解决不了社会问题 这个政党政治 是怎样跟社会运动结合 或者跟这个生生的自发反抗运动结合 是非常之重要的 现在那个断念是非常之厉害的 你叫做公民社会也好 你叫做抗争运动也好 你叫做NGO运动也好 你叫做NGO运动也好 基本上政党是互为不存在的 就是平衡发展的 互相不滲透 互相不滲透 这是一个非常之致命的 正党当然是不妙的 但是那些群众运动也不能够 诚勢去自发零星 不过这里我想说回 就是普通一点 如果你说当我是 俗课学学界代表才算 我想现在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 就是 我想现在在院校里面的一些学者 本身 当然有些上神 我一些未上神托的 那些当然要逆逆逆逆 要写计划书 要申请 但问题很简单 你够不够胆 就在你教书的场所 就算照顾学校 这个是反抗来的 阿哥 你要明白 在这个 美国的大学生运动里面 有很多人是出来的 是不是 不单止只有学生 是不是 好 那这里其实都带出了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议题 如果你说开八十口 那就是说 现在这一场叫做新民主运动 然后就 我觉得新民主运动的说法 这个文章说 我觉得是 就是 讲不中的问题 是粗疏的 因为那个新民主运动 我们现在只要在策略上面 是提出了一个新的策略 只是 很短暂的策略 当然这个策略 可能是 反映了 一个微妙的转向 但是新民主运动的基础是什么呢 它的分析是什么呢 它的阶级基础是什么呢 是依赖什么人呢 是不是 这些是要从整个香港社会的 经济社会政治的发展里面 就是说 我们今天 因为 在过去的斗争里面 无寸进 而想到一个更加好的策略 而会 突然间出了一个新民主运动 其实 新民主运动 出现了 就是采取了这个策略 但是因为我们 没办法了 我们没时间等 因为我们跟公民党的分析都很不同 就是 到底为什么用这个策略 那就是说 其实会不会 如果你提出新民主运动 会不会 其实 发觉到旧民主运动 有很多 其实根本都很一事无盛的地方 所以有所谓 这个死胡同 其实我们应该讨论 如果你说 一定要保护香港式的资本主义 我们的核心价值就是 港英给我们 这个当然是不行的 你看到现在整个社会矛盾的出现 以至到衍生了出来的新的反抗力量 就不能够落手于五十年不变 保持自由民主人权 这个就是民主党的思维 这个民主党是旧民主运动 我们反对倒退 保持以前已经成功了 就是等中共落台 但是第一就是说 中共本身已经不是当时的中共 现在已经变了一个 跨国资本的 跨国资本财团 用财政资本去制造一个庞大的跨国资本力量的国家 已经不是我们以前的分析对象 它也影响香港 香港也因为这样受到影响 是吧 那你怎样可以拿旧的东西呢 现在中共告诉我 我是要资本主义 你是不是想玩资本主义 就跟着我 我在世界那么成功 你香港说什么 是吧 我现在大国崛起 你现在是不是先靠我 是吧 你现在民主党没有答案的 这个问题上面 所以去到下一节 我们会继续讨论一间节目 请不吝点赞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